為表達對陶東天后宮辦理 102年元宵祈福繞盡活動的辛勞 3月26號上午11點30分 台中縣長黃建廷在縣府民政處長楊淑敏陪同下 到天后宮致政提上護佑保禁的貶額 並感謝天后宮主委林友德及管委會的辛勞貢獻 在我們的天后宮主辦 大家這麼勇心、這麼辛苦 可以讓他們穩穩 來過分 所以對 所有的同仁、所有的規文、 祭崗大家的故事 要表達一下 隨後針對元宵繞境活動及施放炮竹煙火的部分 縣長也特別提出說明 我們的元宵繞境 其實 更主要的是 邯丹爺 已經是 台東這一 一二十年來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的節慶活動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我們 需要去做 更多的 這個規範管制 其實要求的是 12點以後的 大家恢復到秩序 恢復到安寧 但是我可以保證 12點以前的 一樣精彩 該炸的邯丹 一樣會炸 該游的陣頭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會游 我們還是繼續歡迎 觀光客 他來到台東 來欣賞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 有秩序 有管理的 這樣的方式下 大家很熱鬧的進行 該有的都還是有 希望大家也來配合 當我們社會需要恢復到 相信台東元宵祈福繞境活動 在各界努力下 未來一定可以辦得更順利圓滿 東南新聞 我們范耀林 台東市報導